大家记不记得这位普利兹讲的重磅记者 他过去最有名的 我们看到最近最有名的 就是讲北溪的爆炸案的调查 铁口直断 美国干的 而且中间有很多很多的细节 因为他的身份跟角色 所以可信度很高 在全球引发了极高的关注 他最近又在爆一个大料 4月12号他写了一篇 他告诉大家泽伦斯基 还有他的圈内人 侵吞了大笔美国的援助款 至少是4亿美元 本来美国给他这笔钱 是让他购买柴油 来维持乌军跟俄罗斯的作战 乌克兰的军方跟官员 对于泽伦斯基 据说对他的贪婪感到非常的愤怒 美国CIA的局长跟泽伦斯基密会 也直接提出一个问题 就是乌克兰政府腐败的问题 同时还提出了35个人的名单 都是那些腐败高官的名字 所以泽伦斯基压力很大 十天之后就解雇了 其中十名的高级炫富的官员 知不知道有这件事情吗 但是没有钱办 当时只知道泽伦斯基 解除了一些高官的职位 现在反过头来看 原来是这么回事 但是除了他解除高官职位 他自己呢 自己呢 侵吞了至少四亿美元 另一头跟钱有关的 包括华盛顿日报 讲到这次跟拜登有关呢 这个拜登 华盛顿时报说 有一家华人开设的美国银行 提供了记录 数百万美元从中国企业 流向了拜登的次子 还有拜登弟弟所开设的公司 而这个调查第一家庭的 共和党的参议员认为 这是北京当局 对拜登发出的直接警告 介大使你怎么看 这两个都跟钱有关 都是领导人 对 这要看消息来源 我觉得那个Simon Hearst 我比较相信 他讲这个 他的可信度比较高 那个华盛顿时报 Washington Times 他其实在华府 算是一个极右的小报 他是那个统一教文显名 对 他们的报道的正确性 这个并不是说 像Washington Post 华盛顿邮报那样子 比较有公信力 那当然了 就是说他的逻辑对 华盛顿时报逻辑对 现在这个拜登的软肋 就是他的Hunter 他那个儿子Hunter 那Hunter事实上的话 在真的是蛮腐败的 然后行为也有很多不检点之处 然后做生意 他跟乌克兰做生意 他跟这个中国大陆做生意 到处都有做生意 那所以这个部分 他一定有很多的记录 那现在就是说这个讲法 可是你没有看到很明确的 那还有就是中国大陆 北京当局要对拜登 发出的直接警告 那这个就 我是觉得证据在哪里 就是说为什么是 中国大陆好像是 用这种方法来打击拜登 就是说政府方面拿这个资料 政府掌握了拜登儿子 这个贪腐的资料 那这些问题的话 我是觉得主要看来源 那如果说没有很明确的 进一步的第一手资料 像这位这个年轻人 他那个第一手资料 我不认为他拿得到 他那个第一手资料 是报告本身 他自己用照相照出来了 他不是网路上摘下来的 也不是害进去的 他以他的身份 他怎么会看到那个原件 我都觉得很怀疑 那所以我是蛮 不过这个华盛 有华盛时报 我觉得就听听看了 那可见这个美国 这个政治的斗争 现在都已经都是所谓的 怎么讲来 针对这些个人 你比如说拜登就直接 这个以起诉的方式 民主党的这一派 就直接把川普起诉 那现在呢 整个的美国线共和党 打拜登 基本上就是打他儿子 基本上都在调查 可能国会也要成立专案小组 来调查他的儿子 然后你看他这些 他的传声统计构 就已经制造出来一些 这些新闻 可是无从查证 不过乌克兰的贪腐 是世界上有名的 这个国家的贪腐 是有名的不得了 你可以去查一次资料 当时泽伦斯基 他当时刚当选的总统说 他去见过川普 那时候川普逼着他 要拿出一些 就是拜登 我们儿子跟着乌克兰当局的 一些所汇 一些非法的 一些交易的资料 然后可是当着记者的面 拜登对泽伦斯基 说过一句很重的话 他说你们应该要把 你们内部的贪腐问题 好好先处理完 所以美国是很清楚 这个泽伦斯基 他们这些执政当局的 贪腐的问题 可是你整个说起来 过去如果说 光这种现金 还有这些物资的援助的话 有人说 大概已经进一千亿美金了 在过去一年当中 那在这个战乱的时候 这些资源都进到谁的呢 谁在经手呢 那如果说一千亿 那中间有五百亿是现金的话 你说泽伦斯基 拿到四亿美金 那不是太难的事情 对 也不是一个很 也不是一个很大的数目 所以我觉得那个 Simon Hersh 他本来就一直在讲这个问 他在美国 其实在谈这个事情 在国会议员谈 所谓的泽伦斯基 本人贪腐 然后他身边的人 贪腐的问题 已经谈了很久了 已经谈了很久了 那就是说 现在就看 就是说他这个部分 能不能查得出来 像当时 陈水扁一样 他儿子 在瑞士银行 有一笔账户 秘密的账户查得出来 因为大家知道 乌克兰的贪腐高官 包括对泽伦斯基 本人的怀疑 但这只是怀疑 但他现在告诉大家 这个钱是华盛顿给的 而且本来给他是要 叫他买柴油的 具体的数字也有 所以你觉得呢 接下来还会有 石破天津的发展 可能吗 现在就要知道 他那个钱藏在哪里 现在说实话 你要藏那4亿美金 是不容易的 4亿美金 现在这个铜墙蝶币 瑞士也被美国攻破了 最近有很多的这个讯息 是不是有点风向变了 美国要开始抛弃 泽伦抛弃乌克兰了吗 我们昨天不是探讨吗 就说这个 先发现 乌克兰的黄金外汇存底 这么高 声音来新高 还有包括这个莫斯科的袭击案 就是乌克兰干的 显然泽伦 显然乌克兰 非常的不听话等等 一连传的讯息 所所遂遂 前前后后加起来 是不是感觉到 好像风向有点变 这个也就是说 这个战争打这么久的话 我想泽伦斯基 现在的表现 跟他的本身的 这种贪腐的传闻 我想华府 他已经有很多人 在找他麻烦了 那当然这个目前看起来 应该是共和党为主 因为共和党 一定要把他这个案子 跟川普的案子 跟拜登 这个政府 第一个监督 你还有你这个 跟这个 你掌握不住 泽伦斯基 这些贪腐行动 他把他连接起来 对于现在的 这个共和党 选情才会有帮助 那我觉得这个 都是在一步一步 在酝酿的 像 Simon Hersh 他已经得到 大批的资料 因为他有公信力 那这个背后 提供他资料的 我想还是跟 美国的大选有关 要借着 泽伦斯基 来打击拜登政府 那这个部分 他的讲的 这个Simon Hersh 每次讲的 他都是 那个剧情 都是很有细节的 有细在里面的 不是说 凭空捏造的 那现在就变成 就是说 会不会他 进一步 再有新的东西出来 不过 贪污的话 是比较容易的 贪污这个证据 那你钱在哪里 就是说你要 发现一个户头 是 泽伦斯基爸爸的 或泽伦斯基妈妈的 或他太太的爸爸什么 在哪里突然里面 发觉有1亿美金 对 因为你这个钱很难藏 海黄鲍鱼干贝 XO酱 这个你只要加上一瓢 味道马上升级 他蛋白质 是鸡肉 是牛肉 还有虾的三倍 更是矿物质远高于 鱼翅 燕窝之上 赶快上快点购 输入我的推荐带把 CTI627就可以享有 折扣优惠哦